二战军力最强的九个国家,打14年和打三个月的就是不一样。 二战是人类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,一共有61个国家参与战争,直接受到波及的人口达到20多亿, 而参战的主要国家却是中国、美国、苏联、德国、日本、英国、法国、意大利和芬兰。 如果从纯军事的角度来看,这些国家的军力如何排名? 第一名,德国,就二战军力排名的问题,美国和德国一直饱受争议, 但算上社会体制和动员能力,美国和德国的高下便一目了然, 纳粹是专制主义国家,政府命令高于一切,其战争动员力自然非英美可比, 德国人与生俱来的纪律性加上纳粹近乎完美的洗脑, 德军的作战能力,自然,是一般国家所望沉默及的, 德国工业基础雄厚,军人文化水平高, 这些也是可以直接转化为战争实力的东西, 所以德国排第一,实至名归。 第二名,美国,论综合国力,美国在德国之上, 论科学技术,美国不比德国逊色, 但美国的战争实力,却是在二战后期显现出来的, 起初,隔着整个大西洋,受过那孤立主义丝绸的影响, 美国不愿意插手欧洲战争,只想隔岸关火大发战争才, 但珍珠港的预期,却让美国人再不能置身事外, 结果这个战争机器发动起来之后, 所有的敌人都灰飞烟灭了。 第三名,苏联,苏联最大的优势其实, 就体现在一个大自上,国土大,人口多, 兵远广,为了对付德军的步步紧逼, 进入战时体制的苏联直接动员了几千万人参战, 作战部队最多的时候达到一千一百多万人, 如此强大的钢铁洪流铺天盖地的永来, 也难怪素以顽强文明的德国也扛不住。 第四名,日本,战前日本未侵略蓄谋已久, 所以军被扩张很快, 杜军几百万,海军世界第三, 甚至太平洋战争初期连美国都不敢与日本正面交锋, 日本侵略的地盘也大得很, 从中国东北到东南亚,跟苏联,美国都挑过, 但狂妄必有天守,最后败得很惨, 虽然日本是唯一遭受原子弹轰击的国家, 但客观地说,日本在整个二战中的实力还是很强的。 第五名,英国,英国是老牌的帝国主义国家, 当年殖民地遍布全球,号称日不落帝国, 但却在二战当中繁华退进,华丽羡慕, 海军在东南亚被日军全监, 陆军被德国赶入了英吉利海峡, 唯一拿得出手的恐怕只有空军了, 这一掌让英国彻底让出了世界霸主的宝座, 从此为美国马首是瞻。 第六名,中国,打二战的时候中国还是个弱国, 打完二战的时候中国已经是联合国五大理事国之一了, 然而中国在战争中投入之大, 牺牲之多也着实让世界为之瞠目,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算起到日本投降, 中国打了整整十四年, 在那个历史背景下, 中国百年积入, 军事装备,兵员素质, 都不可与日本同日而与, 然而就是在这种条件下, 我们坚持了十四年, 说问这个排名有何不妥呢? 第七名,法国, 法国在二战中的表现, 确实让人大跌眼镜, 号称陆战第一的法国打了三个月便宣告投降, 迟到诺曼蒂登陆之后, 带高乐才得以夺回巴黎, 论实地, 法国军队的装备之精良, 人员素质之高超, 与德国相比毫不逊次, 但落后的军事思想, 却暂送了法军的威名, 固守阵地战模式的法军, 被触中激动的德军一举包抄, 军队还没来得及, 展开就只能领和饭去了。 第八名, 芬兰, 芬兰是个北欧小国, 本来与世无争, 但遇到苏联人强行换地, 芬兰人也只能起而反抗了, 苏联为此大怒, 派出四十五万大军浩浩荡荡的杀来, 打算三天之内打完收工, 而对面的芬兰却只有两百万人口, 军队踪迹不过三万, 堪称地地道道的小国寡民, 然而信心满满的苏联人, 却怎么也没有想到, 他们原本打算三天就打完的战争, 打了三个月还没有结束, 芬兰人的抵抗意志出奇的惊人, 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, 表明二战初期的苏联不过是个尼族巨人。 第九名, 意大利, 论装备, 意大利其实还是不弱的, 飞机, 坦克, 大炮一样都不缺, 战列舰, 巡洋舰, 驱逐舰更是一大堆, 可这个国家就是提不起来, 海军从来不出直布罗陀海峡, 更不要说到大西洋, 尚跟英国皇家海军一决词雄, 结果最后在地中海这个草堂子里, 被英国军舰摁倒一顿梦走, 几乎全军覆没, 陆军就更惨了, 进攻法国南部, 结果被法军溃逃下来的几个师, 打得丢亏气甲, 在北非, 十万异军被一万英军追着打, 打希腊, 投降的异军险些堵住盟军进攻罗马的路线, 这样的战斗力排名垫底, 一点也不冤队。